好 继续来看到与世界少棒美国小马联盟齐名的美国贝比鲁斯棒球联盟 透过台湾棒鞋深耕花东地区棒球运动特别成立了花东分联盟 并且是以瑞穗的复原国小作为少棒选手争选训练的基地 复原国小股政队气势磅礴为贝比鲁斯棒球联盟花东分联盟成立大会开场后 而未来为分联盟主体的复原国小棒球队打挑原住民迎兵舞 欢迎美国贝比鲁斯棒球联盟一行四次人的到访场面盛大热闹 复原国小棒球队的选手掌声鼓励下 没有看到我们台湾的鼓励 掌声不够热烈 没有笑容 贝比鲁斯棒球联盟与世界少棒美国小马棒球联盟 堪称全球三大少棒联盟大赛 这一次借着台湾棒协生跟花东地区棒球运动 以及副原国小棒球队的努力下 特别成立花东分联盟 并且以瑞瑞副原国小作为少棒选手征选训练的基地主体 推广发展台湾的少棒 透过这个联盟的成立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比赛 把第二名的小朋友 第三名的小朋友 带出去参加世界的一个比赛 让小朋友能够增广见闻 然后也看看其他国家 这个哨棒的一个趋势 隆重的成立大会 现场灌溉云集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秘书长林中成 美国贝比鲁斯棒球联盟代表团 地方机关首长 花东各棒球学校校长 球队教练都出席参加成立大会 这一场棒球结盟的盛会 未来校长苏联希表示 不论培植少棒人才 提升技术 乃至于人际关系的拓展 出国参加国际级的赛事等等 也将透过分联盟的支持协助 为花东优秀的少棒选手 打开一扇与世界接轨的门 提升赛事经验 拓展学习事业 让学习更多元化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